据周奶奶观察 小张父母之间存在很多问题 特别是父亲张先生 在家里一向是居高临下 目无他人 而说到夫妻关系 张先生深感惭愧 我们的婚姻关系并不和谐 这个是我的责任 然而小张却突然站出来说 父母的关系出现问题 错不在父亲而在母亲 那么为什么小张要把矛头指向母亲呢 为什么他会替这个曾经打过他的父亲辩解呢 不是因为我爸 你觉得都是因为妈妈吗 都是因为他 因为他自己自甘下贱 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跟他一样贱 是 可能我有的时候太过于懦弱吧 就是没有让自己站起来 本质的弱 表面的强 因为他爸爸性格太强势 动不动把我踩在脚下 是他自己要在别人脚底下过 让别人来践踏他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讨好性人格 我从来都是尽量地让吧 让到最后我都觉得我都没底线了 就像一条天天摇着尾巴的狗 连这条狗都不如 如果真的像你装得这么像的话 为什么会有家庭矛盾呢 吵架是两个人的事 我们经常的吵闹 对女儿也有很大的影响 她们两个人吵架 吵输了 然后我妈怒气冲冲地 对我发了一大通火 因为她心里怀有怒火 所以就冲我发泄 我就是一个情绪的垃圾桶 她们所有的垃圾情绪 都是在我这里做一个终结 因为我爱她们 所以我要自己消化这种情绪 你怎么消化得了呢 我自责 她们怪我 我就怪我自己 我需要讨好她们 换取她们对我一时半课的优待 你跟她爸爸 其实已经离婚了是吗 对 是 老师说让我去陪读 她爸爸不同意 然后我就说干脆算了吧 我就说快刀斩蛋嘛 怎样故意一样嘛 我和我爸都在尝试地 挽救这个家庭 让这个家庭能够 能够有一丝完整的可能性 我爸和我都是舔着脸 贴她冷屁股 你现在对爸爸的理解 和刚才你对爸爸的 这个情绪表达不一样吗 我爸所有的愤怒 除了一半是因为工作 另外一半就是因为家庭 他曾经发誓 他不会打小孩的 你现在认为 会造成爸爸这样的 也是妈妈的一部分原因是吗 你都不知道 他说的话有多恶毒 他说的话 带有很严重的情绪成分在里面 他妈妈是非常爱他的 她是把他女儿 永远放在第一位的 最后我想问一下你 校长 就是因为你诉求里面是说 希望你有你自己的独立空间 这个独立是需要一个 什么样程度的独立 你可以告诉她 不要再插手我的生活 只有这一条 不要插任何手 既然已经形同陌路的话 那就继续地 保持对一个陌生的尊重 场上的这对母女 呈现了她们极其复杂的性格 对于继女士来说 她把女儿放在第一位 甚至为了女儿不惜放弃婚姻 但是当她生活不如意的时候 她又把女儿当成情绪的垃圾桶 而在女儿小张心里 她既痛恨母亲过去的所作所为 又轻蔑于母亲如今的牺牲和付出 母女俩对彼此的感情既复杂又矛盾 也正因此 他们的家庭关系 看起来非常奇怪 现在小张无力改变这种特殊的家庭关系 他只想与这个家划清界限